最後我們再講一篇,第四個故事 第四個故事玩的東西就是感情傳導 沒錯,感情傳導就是把你的心聲傳到那個人心裡 那個人是知道誰說的 但其實我反而覺得這篇會跟第二篇比較類似 N.T. 尿梯 超能力 心靈感應 有什麼關係呢? 你不可以把這個超自然現象跟這些東西拉在一起說 這不是超自然,哪是超自然啊? 就是啦!為甚麼你要把這些超自然的事,吐槽就輸了 哎呀! 先說回故事吧 沒錯,所以這個心靈傳導 我都覺得很認同 一開始覺得那不是要翻炒回第二篇 不過我會覺得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慾望解放》是說你直接被 自己宣洩出來 把自己想說的東西宣洩出來 心靈解放是把你的黑暗面 你不由自主地攤了出來 沒錯,感覺上有點相似 不過作者很巧妙就專注了兩個不同的事情 尤其是Yuizik也很女主角 不是Yuizik也很女主角 所以有事件都被抓到她身上 其實她鋪了很久了 應該我也想她也是第四篇要用回這件事 沒錯,她是很複雜的 或者她很勉強地扮演一種 她想要完美性格 然後她想把自己宣洩完全解放的時候 那是認真的 其實這是錯誤的 我告訴你 有錯 首先 Yuizik她的人格大家都知道 由第一段事件到第三段事件都知道 她表裂不一的人格 不止她 全部文言部 除了清目之外 都會覺得表裂不一的人格 這不是什麼秘密 是公開 大家都知道的事 你到這一段事件 哎呀 我裝了你的事 大家都知道 你怕什麼就知道 不是啊 我覺得不是這種感覺 她是覺得 你經歷了這麼多回風船 搞出了這麼多事 我解決了一單之後 有些新事件出來 她覺得這件事反而是 但問題是 因為經歷了第三段事件 最後就是 大家已經開了成功報 說大家來幫我 你看到大家已經是一個很密封的整體 到這一段事件 就應該說 我和你們有些難了 我不可以讓你知道那些事 即是你會看到 好像大家沒有 這些記憶是reset了 搞了三位之後 但這些記憶都沒有了 已經算沒有了 我覺得又不是這件事 我覺得她純粹是覺得 這件事重複又重� 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種心理壓力大 我會這樣看 其實不是 是她自己接受不到 知識自己接受不到 因為她說 為什麼一次一次要玩弄我 一次一次要逼我 其實很多個人都很想 跟她躺開心靈 你會逐個逐個去 看到我這個時候 就是最後一個事件 但是她自己一個人說 我真的很累了 我真的不想 就是 我想她比較 是的 可能有些兜兜轉轉 整件事 但是她一個人的身體解不開 就不是說其他人幫 我接受她就可以了 沒錯 沒錯 這些事情就是 你完全沒有了解對方 有些誤會又出現了 就是 你將想要我的形象 強階自己身上 而她最介意就是這件事 我一下子想起女王教室的劇情 就是在最後那裡 綁架了這傢伙 然後他們去救她 那些勇救的劇情 那一刻是有點 而 為事件而做 就是有些為事件而做 為事件而做 雖然最後收尾都算OK 收尾都OK 沒錯 有錯 Gate其實整個部門最理性 當然了 Gate今次都出事 因為她裡面有一個 很開放的女人 你知道 其實今次她會出事 但她沒有事 不知為何只有阿姨 阿姨職會這樣 根本就不理她 然後這部分 就被人捉了一下 才是低能 大家明白 Gate今次最理性的 現在她跟之前 大家看到她跟 配角班長 有往有來 大家回覆二人做 我其實覺得班長很棒 對 班長他們本身有來 以Gate的性格 看到犯罪的 整頂她們本身 她第一件事 應該是 報警或者找人過來幫忙 而不是一個衝過去 你們這些事 大家都知道 肯定她真的會 H-Event 她傻了 你捉了她 上路了 話太多了 這也算了 最好笑 抓了三個人 綁住她 應該是H-Event 不行 這是犯罪 你們這些事 搞完了 就搞定了 多餘 但你們說 這件事是錯了 整個問題 大家小心有馬 你不要這樣 荼毒的聽眾 這裡我們在慾望解放 雖然我知道 很想做 有馬 慾望解放了她的性慾 但我覺得沒有分別了 大家都明白了 不過說起一件事 我挺有認同 本來姬子在第二集的時候 欲望解放的位置 不是最受影響嗎 我覺得姬子和伊職有個分別 反而是她真的解放了 她說了出來 她的負擔已經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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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反而相反 我覺得伊職反而是 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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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越來越大 所以才會導致 這個 第四個個個案 感情傳導 她反而受影響最深 如果這樣說的話 雖然我也有一點靠近 有一點靠近 有一點靠近 就是伊職可以很暴躁 把所有東西都說出來 她現在這樣 心靈傳遞 她又可以很批 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做 很不傷害人 很冷淡很復刻 其實是有些 她現在是伊職的成果 怎麼說呢 一個人可以這麼複雜的性格 是的 但是現在是說 最真心直面的一刻 為什麼她有兩個 這麼奇怪的人格出現了 是不是有少少矛盾呢 其實我看第四個好笑的 大家知道 剛才說小動物 因為伊職給她 就是整個吉祥物 小動物的樣子 但問題就你了 第四個 用一個小動物 這麼天真開的表情 那些很復刻的笑話 那就有反差的感覺 先別管 這個我個人意見 但是一個重點就是 伊職她最大的問題 是她 大家知道她之前說過 她沒有個性 她的個性是跟著身邊 她爸爸喜歡這樣 她媽媽喜歡這樣 同學都這樣 但是她經常說 伊職你做回自己 我想吐槽說 她沒有個性 她就是沒有自己的個性 她苦苦沒有個性 她就做回自己 她怎麼知道 她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她其實應該有自己的個性 你看到第一部分開始 肉體轉換那裏 她 不是肉體轉換 靈魂轉換 差不多 轉了才來 喂 你要看到 一點都不同 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 我會小便的站在那裏 明白嗎 因為她沒有個性 我現在是男人 所以男人站在小便很正常 她自己代入到 她沒有自己的個性 你現在跳出來就說 你做回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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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到這個就是錯了 你這個比喻絕對有問題 我相信任何一位女士 在生理結構上 都可以站在那裏 做剛才你所說的事情 等於你說 我好聰明 我可以站在那裏吃飯 問題 就是那部分 大家一看 兩個女生 很害羞 不敢說這個話 但伊職就說 沒問題 我會站在小便 很自行的 大家明白發生什麼事 因為她沒有自己的個性 她的個性 她的個性是自己 做什麼角色 我就做什麼角色 今次我當清目的位置 OK 那我就當清目 OK 你見到她是沒有個性的 第二 四部分就說 不用怕 你做回自己 你想怎樣就怎樣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又怎樣做 對不起 這個不是個性 我只會說是適應性 我 等於你 我們那晚 另外一部動畫 經爆遊戲 那你去到奇怪怪怪的地方 你女生都可以 要在草叢裡解決 都是會答應 我跟阿雪來這樣說 那你站在那裏 坐在那裏 沒關係 這些沒關係 好像很奇怪 你這樣說 不是這樣說 我明白有馬的意思 但是你的例子 你的例子 我覺得有點歪題 哈哈哈哈 你的例子真的有點歪題 我覺得 去到小便那裏 我真的明白你的意思 說真的 認真的 繼續 繼續 蜜兜故事嗎 對 嗯 不過呢 這樣說 我想那個小便那裏 我沒有信心做 說真的 不要再看 我想她只是一個搞笑的天然內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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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有馬 兩個都是啦 哈哈哈哈 是 是 這樣的 做什麼 一個搞笑的天然內近 兩個都是這樣的 但是 我想 有馬那裏說的就是 人沒有性格 那方面 那你是不是覺得 就是說 你跟一個 就是 她一個人是 覆不覆黑是沒有關係 就是 那我想她就是 覆黑得到成格 就是你意思 那 問題 前面 這麼多集 她補局就是 意識是沒有人格 OK 她不是說意識沒有人格 她補一個自己人格 她的人格就是 那這個已經是人格 那這個已經是人格 那就是做回自己人格 就是 做回你以前的意思 但以前是否覆黑呢 不知道 她一時說 我是覆黑的 阿山你以前沒有說 你是覆黑 完全沒有做 為了讓劇情做 要他覆黑才覆黑 就是 這樣說 我想 有馬針對的地方 就是一個沒有人格 但是你一個 你不理世事 你不想理任何人的感受 那你一種自私的兩法 就是一個人格 你會覺得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即是 這一點 她說她害怕 因為我真實的一面 就是很覆黑的 但問題 前面沒有鋪過 這部份 你等一下說出來 我是覆黑的 即是 你沒有一個復筆 你完全等一下 你自己說自己 我覺得她那句話 自己覆黑 是一個自暴自棄的那種說話 我想這樣說 我們一直說的覆黑是 不再假裝任何形象 當時 她 直接顯露她自己 最真實的想法 那時候 那種叫做覆黑 我會覺得 這件事有鋪過的 我會覺得 那次 那次 那次第二節 叫什麼 《慾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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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這件事有些分別 雖然性質上好像很相近 但是一個人 毫不關心地去說一些很差的說話 不管你的感受 和你很暴躁地 把你的真心話 其實是關心人的說話 是有分別 這個的確是 那我會認同的 是的 的確這方面有些矛盾 整件事 但是 對了 我剛剛也有說到 他好像變成了一個相團人格 整件事 但是 我知道人家說 可能是一個比較差的數字 但是 我想他有給了理由出來 但是 可能不太好 可能不太合理 大家可能覺得 可能不太合理 但是我覺得 第二個《慾望解放》 那個重點 會放在道業身上 那最後 第四點 就是 感情傳道 反而會放在 醫癡身上 他每一個 角色 每一個事件 都會有一個著重 角色 去 我是想帶那個角色 那個劇情出來的 就不是說 會放在其他角色上面 感覺上是這樣的 所以可能 我不知道 作者寫第二集的時候 沒想到第四集 這一樣東西 有機會 好像有馬那樣說 沒完全 想得很好 所以可能 跟第二集 《慾望解放》 可能會有些 衝突 而且你想想 《慾望解放》的時候 改改衣席的講話方法 所以我不是說 他不要這麼暴躁 他常常是很覆黑 冷靜地說一些很差的 整件事就很適合 那又是對的 可能是作者什麼 比較 minor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第二事件和第四事件 是很相似的 很相近的 雖然我覺得那個 就是綁架了那個人 哈哈哈哈 說過這個 是的 綁架了那段條段 真的有些 很刪難 但是叫做 用那個緊的 心靈傳達 雖然我覺得這樣 有點勉強 其實你可以說風船角 你可以說風船角都是好人 不敢玩死他們 他也算是好人 不敢玩死他們 應該這樣說 應該大家都知道 風船角是不玩的 既然你這樣玩 OK 我玩大一點 你肯定會做一場戲給我看 一定會叫他過來 就是這樣 但如果不做就糟糕了 他明知道風船角 最後沒有制製他死地的時候 他也知道 其實風船角也會救他們 我記得清楚 我記得清楚 第一部分 他好像說那句話 我好像做不知什麼 總之 不可以失去你一般善良市民 他本質就是做實驗還是做實驗 但小動物是不可以死的 所以根據這個流出 因為基木其實很理性 一早就看穿了風船角的任務 通常都看了性格 他猜到他既然你不想我死 不想我有事 應該會讓我把心靈傳出去 我想會這樣 所以這個是合理的地方 我覺得這樣解決了 我唯一可以說 當他看到文化社的人被破壞 他很不奮氣 那天衝出去 已經踏出第一步 去解開心境 我覺得這樣是OK 他覺得說 你弄到我沒有問題 但你如果弄到我身邊的人 他死都是假的 沒錯 他會顯示到這種反而是他最真的感情 中視同媒 中視同媒那種感情 其實他不是很難忘 但他反而是因為有些心結 表現出來 就是變得很覆客 很難忘 對世事什麼都不想理 風船角搞什麼都好 不管了 已經很煩惱 很討厭 所以對的 可能這方面來說 他會弄到心結 但我覺得當一個鋪了這麼久 很嫌棄的感覺 很嫌棄的感覺 我會覺得是 不是做得不合理 不是做得很差 但不夠好 不夠好 尤其當我期望不夠高 第一集第二集 這一張你做得這麼好 三四集 第三集尤其二 我覺得不太好看 第四集去到那個位置 為什麼最後那個收尾弱了 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這就是友馬二說 第一篇就做得太好 所以變相其他一篇會實色 對的 那是正確 不過我覺得 我後面也有些位置 我挺滿意的 就是那個 一個完全是心靈空間 對話的 剛剛友馬最喜歡說的 Double O 就是單純被脫衣服 兩個空間對話 那些東西 那一陣子就發了個人卡 給太一 那一陣子 其實那一陣子想扔我的iPad 到地上 這麼麻煩 對 你不要扔給我 立即扔給我 拿去買 那一陣子 你有啦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我完全支持太一和太一 那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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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寫明 是同道而配 這件事 都挺奇怪的 沒錯 但有記事故 還沒所謂 有迷的 第一名錯文 是記事故 中間你說 太一和 太一的 那個表面是記事故 但是實際上是記事故 那你剛好後看電影 記事故 不是記事故 那你說肉體交換 不是靈魂交換 最重要的是 你在談判 拍拖一二三 衣職和太后面不及拍拖 差不多是沒有的 拖手沒有 逛街沒有 看戲吃飯什麼都沒有 其實我經過最後一幕一直都不知道衣職的感情是怎樣 變相變迷糊了 他有說到的感情是最後一個事件的時候一開始那一段 我一開始以為他都喜歡太一 但感覺上他跟杜業拍拖之後他好像沒什麼感覺 就覺得他的感情反而那個位置比較奇怪 他們兩個是太好朋友嘛 都不是這樣 對的 很奇怪 但寫到杜業線那樣都蠻出奇 其實我都一直覺得他們一開始配對那些東西都應該這樣配下去 而作為一個衣職的太一派 我們想扔iPad的時候就忍住 為什麼忍住呢 因為我又不得不承認衣職的理由 我都可以接受的 我不知道各位聽眾可以接受 我有見人見自己的一幕 但我是接受那些戀愛這一家的東西 是你的情感是那一下發生的 對那一下的感覺 你之後再會想起 未必可能是你這麼確切 因為他那裡說到 我大概說就是 原來我的情感不是那麼重的 好像有一點點OK 大家做朋友更好 即不是討厭那種感覺 但又味道戀人那種感覺 可能叫做puppet love 大家可能會說 一些很年輕的人 很小的人 沒什麼經驗的人 很容易不把一些情感 當成戀愛情感 我想這個是合理的 我自己可以接受的 所以那一下我OK啦 接受一部iPad 我握緊了一部iPad 就沒有扔下去了 我差點慾望解放 就扔了一部iPad 好幸好就沒有造成 這個樹林家的地下選位 這個也不錯 最後就是 好喜好賀地 就是一個機子配 老實說 我知道大概機子的人氣都比較高 因為他表現比方比較多 我想機子配也是一個可以好賀地 他的性格都OK 雖然我真的很想要這個衣職 快一配就算了 我懸念你 機子出的版本比較多 你可以明白 我拿著太一的照片 拿著他的畫 就自爆 跟他的必和上了幾多次 這些自爆 其實完全是出版的好題材 會吸引很多男性功能 不過我感覺上 道業的性友都配得 也是功不可沒 道業是一個很感愛感恨的角色 是的 他的性友配得 那種感情 真的配得出來 這套劇是一個很考驗的性友演技 有很多機會給性友發揮的一套劇 尤其我那時突然在習軍時 我馬上跟蔣露在旁邊說 哇 完全是考驗了達成美術的演技 他是分析很多角色的 最後一幕其實 尤其是第一幕 靈魂交換的 因為你一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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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 基本上你要每個性友都配好五種 最少你第一種不算 自己不算 你最少要配到四種人 這是好考驗 我有一開始覺得 有些不夠好的地方 就是 一個聲優 就是用自己的聲優 去說一些不是屬於他所說的 人性格出不了你 出不了的 我覺得這方面做得不夠好的 但是我記得他就是 最後一幕的時候 阿姨職用姨職身體 但是實在 不是之前姨職用姨職身體 去講告白 即是醫院那段 對 那段雜誠報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很好 尤其雜誠之後 他有告白的音樂 很可愛 還有有一個找阿姨職說 他最後第四個感情傳道的時候 他不斷爆自己的東西出來 那段的感情都撲得不錯 尤其我比較喜歡這部電影 會有很多對手戲 動畫其實比較少 你不跟其他 不跟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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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對手戲 最容易簡單 TVB TVB電視一定有些女角在吵架 這些對手戲是很少的 你可以認為這是最膚淺的對手戲 但是這些都很考驗 很考驗 但是我會說動畫比較少 動畫比較少 是一個一個角色表現自己 所以好像他們兩個女角吵架 尤其是兩個 那段吵架那段劇情 那個演技 我想說 封其開身 和雜誠美雪 真的配得非常好 我很讚賞 他們兩個 因為吵架有一個感情的起伏 是一個很弱勢的 一個很強勢的 到兩個最後 慢慢調轉和好 兩個有一點 換笑話的爭奪 那種的 通 那方面的感情轉換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我很讚賞這一段 所以也看得出 雜誠一向都 一等一的實力快聲 有兩個不同的 風奇愛生 有一位代表座 這個真的 演技進步了很多 的確是 這個會是我說的 聲優的一段 最後 還說不說 被人杯葛那件事 說一點吧 對 嘍 嘍 你很厲害 說不說說 然後給我一個咪 但是算了 其實就是應該 如果有留意 NicoNico 或者Tucel那邊 也會有 就是 金園壽司的言論 其實事源就是 他們搞一個類似 Event Event 不是 玩人的Event 就聘請了 那個什麼聲優 柳聲優 男聲優 男聲優 不算出名的男聲優 上來玩他 就騙他 我們現在做個特別節目 想找一個人配 這個動畫 可能後面有個雜數 找他做重要角色 然後請他配音 這個角色 我先找個名字 等下 他就看了個聲優 男聲優 不是 我說這件事會紅 他就看了一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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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做試音 我試音 我試一下配 很認真地試配 當年之後就被人笑到滅王 尤其是金園壽司 在廣播劇中笑他 哎呀 這樣就出了 很難聽笑話 這件事放了出來之後 就有負面的情報出現了 人體急跌 還沒算急跌 因為始終有應對得算快 都懂得做 都說對不起 其實這件事 對於星9未上的壞事 至少這件事他又出了場 即是言論壓力之下 被動畫版真的出場 不是惡搞的 動畫方面可能之後會多些氣氛 即是出名也算是出名 受害者 有同情分交 可能下一句 請多幾句做動畫也可以 我想為金園壽司說一句說話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玩過火的不是金園壽司 是玩過火的動畫 是作組 因為你這樣做人的活動 不過這樣說 日本呢 如果有看日本的整人節目 是會玩得很過分的 不是說肉體受害的過分 我都算了 是真的說 有些人如果看《不能笑》 即是很出名的《不能笑》 有一個演員的前妻 可以照拿出來說 他離婚的前妻的東西 照拿出來搞笑 這些東西是所謂的過分 一些很私人的東西都可以說 你不得不恢復 當然 不得不恢復就是 那個演員是很敬業的 這些東西拿出來搞笑 他沒問題 但我想你一個人 一般人可以玩得很過火 但你不是喜劇演員 為何要玩得那麼過火 人家是一個聲優 才會這樣欺騙他 而且我會覺得 但他OK就說沒事 如果他覺得這件事 接受不了 就要演給成大新聞 對 《市內光雲》 最大的問題是 他不能玩得 雖然我出了 原來發覺自己是被人玩的 亦都播了一段影片 被人笑 他在Twitter說 我永遠都忘記這些 類似說 太傷害了 所以不是說 有些人不能玩得 玩得無所謂 每個人總有自己的界線 那你越過了他的界線 就會演變成 有些負面的新聞 你這類型的 新聞的 好像黃飛山的時候 你特意打上去 假裝這個英女 然後 DJ那些 說我是誰 然後 你玩得太過火 就是什麼 人家就自殺死了 我覺得 你玩過火 那些人的界線 就是 你要自己承擔責任 就是說 你剛剛踩到那個界線 不過火的 那個人又接受 那些人就會說 你高招 但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抱歉 其實 不是說你這樣做是 對 但是 既然 你 想得出這條 你會為這條 負責任 所以我強調大家 如果真的 要指責 那些人 而不是 說這句話的聲優 聲優始終 我覺得是被蒙在鼓裡 他不知道 玩的時候 出了什麼後果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想這條 的人 應該奉發責任 所以我覺得 就不應該太掛責 金元壽子 大家受人以分四 他又不知道 可能是玩人家太過火 他不知道這件事 他負責要在電台節目講 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 可能是 碼頭子回去 有動畫就在做 不過我這樣 動畫 有什麼要玩過火 就算了 我沒看就行的 動畫本身 至少這套東西 我最推薦的 不會影響動畫質素 就是這些小事件 其他的小事件 的確 銷量也沒有影響 我看到 應該銷量也不差 應該不差 在這裏 所以我其實很驚喜 這個制約陣 那樣 銷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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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OK 可以看下去 但整套看完了 我都覺得滿意 而我不得不承認就是我一個負面新聞才懂這一套 不是用炒作這件事 竟然有 好啦 那我們就到這一套 收成連結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